講師分享社會對男女性別既定印象 台下學生專心聆聽 這些專家學者是 應台灣水光訓科技集團的邀請 來到研習營進行分享 希望讓年輕學子進一步認識性別議題 那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讓我們秀平的同學 知道在媒體當中 呈現出來的兩性關係 兩性性別議題 那我想對我們秀平來說 對我們秀平師生來說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在這邊非常感謝NCC的一個贊助 以及大屯有限公司的一個主辦 能夠交給我們秀平來執行 這樣的一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除了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現代人的日常生活 五十五刻都在媒體的影響下 如何學會正確解讀媒體資訊相當重要 因此台書科特別結合秀平科大 舉辦這一次研習營 讓年輕人學習媒體素養 以及判斷新聞來源的可信度 最後進而反思新聞背後的價值觀 在社會上我們不應該有那種性別歧視 因為性別是很多元的 搞不好女生也是可以從事一些 就是比較男性化的那種 那種就是工作 我覺得就是不要讓小孩子從小 就跟他們說他們不可以成為男子 就是他們是男生就要像男生的樣子 女生就像女生的樣子 然後可以跟他們講說 可以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情會比較好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的舉辦 讓青少年能夠認識媒體 解讀媒體 進而讓青少年面對媒體 所提供的訊息呢 可以有判斷力 兩天的研習營不只學習解讀媒體資訊 也探討現實社會繼承的性別偏見 企圖喚醒大眾對性別平等意識的思索 讓年輕學子能學習到課堂外的知識見解 解來去封台中採訪報導